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集水溪 集水溪进来 学甲师弟 从这个河床 从这个17号 17号在这个南昆森戴天府 这边上 这里进来 从这里过来以后就是转到 河边堤坊 河边的堤坊 学甲师弟 学甲师弟 这里有一个 赏鸟亭 这边主要的 黑皮 所在地 一个就是 这个 赏鸟亭的对面 对面 这里 这里的 沙滩 然后就是 还有一个是这里 这个地方 相距大概差不多 两三百公尺 所以这里可以从这里上来拍 从这边 这里有一个 楼梯 水泥的楼梯 可以爬上来 可以下去 下面 对这里拍 然后 这边 这个赏鸟亭 赏鸟亭这边的话 就是 再往前 然后在这个对面 这个主要的黑皮所在的地方 然后 这个学甲师弟 它是一个范围 一个范围 一个范围 从我们从这里 从这里进来 这边也有很多 这个 比较小的 红树林 浅的湿地 这边也有一些 一横科的 一样机科的 这个 可以拍 那目前 黑皮 就是这两个地方 这里跟这里 我现在拍的 就是 就是这两个地方 这里是 赏鸟亭下方的 那个点 我是下到 这个 堤房下面 比较平视角来拍 那 今天风非常大 因为在这个 河口啊 集水溪 它也是连海的 这个河口的风非常大 这个震动啊 拍起来 这个距离 超过200米 这个震动 是难免的 不过 我这个是稍微 有 用软体 给它 稳定一下 因为 是 涨潮 啊 这天下午是 涨潮的时间 所以 水很满 那个 鸟都在 红树林 下面 现在 繁殖雨 还不是 很明显 已经有繁殖雨 但是颜色很浅 啊 所以 大概 再一个月吧 那时候 会更漂亮 我风大呢 繁殖雨 它被吹起来 那也是非常好看的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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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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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